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全民抵制 将意大利对的干凳点 这一状况不禁让人想起120年前此显怒对意大利的一次外交事件 在历史上 意大利是借助普澳战争和普法战争 才在1870年完成统一的 自称是欧洲第一战斗民族 并由马帝国继承人自居 幻想着重现昔日荣光 大话好说事难做 意大利大战必败 特别是1894年 意大利没事找事 入侵非洲小国埋在俄比亚 结果1.7万人被打得抱头鼠窜 两年就死伤1.1万人 被扶4000多人 最后只得认输赔款1000万银啦 此战不仅暴露意大利国力的孱弱 更是被欧洲各国视为耻辱 再说说当时的清朝 1894年的甲午战争 清朝仓皇灵战败给了日本 北洋水师覆没 1895年签下的马关条约 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 也刺激了其他列强的野心 掀起了侵略中国的狂仇 此喜对待外敌一位求和忍让 量中华之物理 且与国之欢心 要钱给钱 要地给地 让列强屡屡得手 犹如头犬一骨的做法 引起意大利的觊觎 1899年 意大利派出一艘名叫马可 波罗的老式军舰飘扬过海 来到中国 到处雾色港湾 想中了浙江宁波和温州中间的优良港口 三门湾 三门湾海域开阔 可停靠万尊巨轮 适合建造成军事基地 另外 浙江是丝绸之巷 意大利本国的工业也以丝织为主 能够接近中国的丝绸产地 蚕丝之道技艺自然也能顺势霸占 变成意大利的邀钱署 二月份 意大利向清政府递交外交召会 自称是欧洲强国之一 态度傲慢地提出租进三门湾 并且要求修一条 从三门湾通向鄱阳 胡的铁路 租给意大利之后 浙江省这块地盘不能再租给其他国家 一在江浙江南部纳入势力范围 当时的清朝开展洋务运动也快四十年了 意大利出过了洋相 朝廷多少也知道一些底细 面对这样一个小角色慈禧自然是满心的瞧不起 所以将外交召会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意大利政府有些火大 索性又发出电报 趁四天之内不接受这些要求 就与中国断交 并让舰队攻占三门湾 当年十月 闲了四年没打仗的北洋水师重燃战斗力 做好了下浙江痛击意大利舰队的准备 不仅浙江增兵部防 在天津小战的袁世凯也得到命令 带领新舰陆军向山东沿海集结 山东巡抚也全境沿防意大利人以任何名义进入 沿海各军严加防返 相互援兵 这是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陆海军第一次动员 准备打一场国家保力战以雪前池 事情证明 意大利人就是来搞笑的 他们带了四艘军舰 认为左清军下户 一下就不战而退了 没想到清政府的阵势确实实打实 意大利有些腿软 在海边游异了大半年 终于放低身段表示无力开战 低声下气地提出在沿海要一个加煤战 此起太后一辈子对洋人卑躬屈膝 而听完大臣的汇报拍案而起 说出一声中最霸气的话 一捧黄土都不给得知亲政府的强硬态度 自身内外交困的意大利很快败下阵来 不敢再提任何要求 意大利前举后宫的态度 也沦为西方媒体的笑柄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一次外交胜利 也让一些二流西方列强放弃了参与瓜分中国的计划 意大利对中国表现出的傲慢与不懈 如今一个现代设计师大喇喇的表现者 中国人一向隐忍 包容 勤奋 却不会任人欺辱叹敌 中国正在强大起来 上升的速度令人震惊 这就是底气 如今全世界的时尚人士 都在批评涉嫌辱华的行为 就 连意大利本国媒体也称 尽管设计师正在努力辩解求饶 但重振中国市场 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